這個專案是名字叫復活者聯盟 在大概前幾個禮拜的復活節基礎建設Hack中 我們有一些計畫想要把一些舊的專案復活 那有一些最後的專案它其實死掉了 那有的專案其實是做了一陣子 但是其實有點不太適合讓一般人接近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應該可以做一點事情 比方說像是專案的拉皮 我們來看一下 OK 所以那個也剛好是因為之前那個GV Grants 還有有一些獎主請獲獎團隊 我們希望他能夠做一個不錯的熟練 所以我後來就做了一個專案 上次我們有提過 它是做了一些樣板 你可以用這個樣板來玩網站 因為一些討論之後發現這個樣板要用其實還是太容易 所以後來就直接做一個網站 它可以讓你用直接線上編輯的方式 比方說現在這個區塊左邊是中間我們要編輯的東西 那你可以從左邊把你要的區塊拉過來 然後多一個新區塊 再加一個區塊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LenoPage做起來 那這個Page做起來你是可以直接在這邊編輯的 那它也是可以提供線上共同編輯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連連看這個網址 X.CO 斜線G0B Web 那你連上來就可以在這邊打字 你可以一起編輯 那開發到一個這樣的服務之後 我們就是希望說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服務 大家一起來把一些舊的專案 把它要復活起來 不一定要完全復活 你就可以先拉皮嘛 所以這個復活者聯盟 就是這個概念 你的專案我來復活 一起做碰到做CPR 那我就做簡單的介紹 等一下大家如果有興趣 那個網址可以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會需要三種 一個是幫忙蒐集資料 有些專案資料散佈在網路上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相關關系 或政治 那我們就資料抓起來之後 做一下資料的架構 把資料整理起來 再透過設計師 我們把資料變成一個網頁 那完全就可以利用這樣的工具來做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像是這個是真正假的Linebot 它現在其實已經更新了手頁 有裝到舊圖 但是這個是API Server的那個手頁 所以其實大概會長這樣 拉皮後就變這樣 還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是Metotube這個網頁 Metotube其實也不錯 一個專案中二網 可以在那邊跑一些Server 拿到那個有舊純文字的架構 拉過皮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這樣很不錯的 我只能解的一部分 所以說 剛剛講的那幾種就是需要 一個資料的整理 一個資料的架構 還有資料的視覺表現 這三種的 我們一起來 然後透過一個這樣的工具 把所有的網站 全部拉得漂漂亮亮的 從此以後 Google 搜尋找到地獄 哇就是那麼美 所以更想加入專案 不錯吧 所以 也歡迎TENZU直接來找我 好不好 那我大概 好 就是到這邊